公路局玉里公务段继南安小熊事件之后 24号上午要配合零物局华联领馆处除封害作业 要再度封闭台30线南安瀑布起到瓦剌米登山口路段 请游客、民众还有山友们要特别注意 2018年营救南安小熊公路局玉里公务段 第一次情急封闭台30线南安段封路护熊 时至今日又将再度封路 但这一次不是为了台湾黑熊 我们预计在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 当天的清晨5点开始到中午的12点 这段时间会配合零物局 所以他们会去做蜂窝拆除的工作 那为了用路人的在拆除的过程当中 为了用路人的安全 我们会把道路配合零物局给封闭 原来是为了配合华林领馆处24号当天的处逢工作 而暂时封闭台30线南安瀑布到瓦剌米登山口路段 华林领馆处辖内部到户林地 近日内频频传出游客山友 或者领馆处寻山员遭虎头风遮伤的意外 但是在防患未染的同时 领馆处也特别慎选要摘除的蜂窝 以维护大自然生态物种的保育平衡 因为我们目前的两个蜂窝主要是在登山口的地方 然后一些新人比较聚集集中的地方 所以我们才为了新人的安全 所以才要把这几个湖头蜂窝进行摘除的工作 那我们判断的方式主要是以密集程度 像刚刚的提到是一个是登山口 那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主要是有新人的休憩的地点 那其他比较少人经过的还是不会进行摘除 因为它还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样 主要是针对危机新人安全进行摘除 持续入秋正是虎头蜂足潮繁殖的季节 记者阮力文说 再加上今年台风没进来 虎头蜂平安顺利的繁殖 为了避免风害 霍雷林馆处玉里工作站24号上午将封路除风 也请游客民众及山友注意尽情配合 记者是玉兰玉里卓西采访报导